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独家报道 联邦政府现在正在加强对于过去中国对美国科技初创企业投资的审查 对一些多年前的交易也发出了大量的质询 根据律师和华盛顿邮报所审阅的一些邮件还有删结的副本来显示 这些电子邮件的信息请求是由监测外国投资是否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政府委员会的新执法部门发出的 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从公司那里收集到细节后 他可以决定是否进一步调查此事 甚至是要求外国投资者撤资 就像在现在抖音案中那样 这些信件从春季开始就已经落入了数十家公司的邮箱 反映了美国官员和立法者普遍认为 美国近年来未有能够充分甄别从中国和其他国家涌入的投资 尤其是那些没有上头条的低风险的投资 二零一八年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旨在通过提高审查权力来解决问题 科技高官表示这些调查是美中关系日益恶化的一部分 将使得硅谷公司对接受外国投资更加谨慎 并导致一些中国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遏制其活动 根据研究机构的数据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中国对美国风险投资降至六年来的最低点 只有八亿美元可以看出脱钩的迹象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风险投资现在已经创下了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而有专家表示我们已经有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把钱投进到别的地方 在目前的环境下现在已经太复杂了 初创公司决定接受哪些投资 但是现有的股东往往有发言权 我们要与公司进行讨论 非常谨慎地考虑到现在的政治风险问题 业内高管表示除了推动审查工作 政府还派出了国家安全官员拜访硅谷的风险投资家 还有其他科技领袖 建议他们对中国投资持谨慎态度 而科技行业的律师表示 有一些公司忽略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邮件 因为这些邮件简短而神秘 要求打电话讨论机密的事项 美国限制对中国最大半导体制造商科技出口 导致整个局势又出现了进一步升级 而律师表示美国特别关注那些收集用户敏感个人信息的公司和应用程序 比如位置或者是财务数据 以及涉及被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的公司 比如某些类型的电池技术和生物技术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我们知道在今天晚些时候 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将展开第一场总统辩论会 而届时华尔街电视以及姊妹平台也将为您进行现场的同声传议 还有解说报道 而在昨天晚些时候 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向拜登抛出了十七个问题 要求他必须在辩论期间回答 其中问题如下 说你的儿子拜登收到了一位俄罗斯亿万富翁三百五十万美元的电汇 这一位亿万富翁与莫斯科前市长结婚 还与一名中国公民开了一个联合银行账户 为在世界各地信用卡消费提供十万美元 这一切都发生在你担任副总统的期间 为什么要与中俄政府有关的人要给你儿子几百万美元 你最近说你在特拉华州立大学上学 学校说他们没有你上学的记录 你在那里主修什么 六月份的时候 你说你正在审核自己潜在的最高法院人选 并承诺你会公布名单 现在你又说不公布名单了 为什么背弃承诺 你的竞选搭档贺锦丽去年说过 他愿意为最高法院增加多达四个席位 而现在更有民主党领袖说 如果有机会贵党要把整个最高法院打包 你拒绝回答是否会配合这个激进的计划 是不是因为你太软弱了无法站出来 二零一七年一月 你说民主党人不应该阻挠川普总统提名最高法院人选 你说你认为宪法要求参议院对被提名人进行听证投票 二零一六年 你说会推进最高法院提名人的确认程序 甚至在总统选举几个月前 就像宪法要求的那样 现在你却说宪法的要求正好相反 你如何解释这样的变化 二零零八年你向美国人承诺 如果他们的收入低于二十五万美元 就不会多付一分钱的税 而你违背了这一承诺 征税直接影响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 现在你又声称不会对收入低于四十万美元的人加税 为什么选民要选择现在相信你 作为副总统 你监督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弱的经济复苏 如果你当选你会做什么不同的事情 你计划将把美国商业税率提高到高于中国的税率 这不会使公司在美国做生意的成本更高 并最终将工作岗外转移到海外吗 川普总统在一月三十一日对来自中国的旅行实施了限制 以对抗病毒传播 为什么你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说你支持这样的决定 二零零八年 你和奥巴马承诺为联邦的COPS组织提供全额资金 该项目为地方执法部门提供资源 但是在你担任副总统期间 尽管你做出了承诺 这个项目的资金却被削减了 为什么你没有履行承诺 今年早些时候你的竞选人员向明尼苏达自由基金捐款 这个组织从监狱中保释了警察和其他暴力罪犯以及性侵犯者 你的竞选搭档贺锦丽敦促人们向组织捐款 并且还在为其筹款 你可以容忍这些事情吗 你说如果你当选你将推动给予公民身份一千一百万无证者在我们国家 为什么你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 当你在二零零零七年竞选总统时 你和奥巴马承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你再认识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你最近将此归咎于共和党人说他们不会配合 但民主党人在二零零九年控制了国会 当时奥巴马政府宣布甚至不会尝试改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你为什么不守信用 当你在二零零零一年投票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时 你说你没有预见到美国制造业经济会因此崩溃 但是据估计这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了一百万个 你承认你投票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 这是伤害美国工人的错误吗 二零零零九年猪流感大流行感染了六千万美国人 当时你还是副总统 联邦政府为此耗尽了N95口罩的战略储备 今日美国的事实调查发现 你的政府没有努力补充口罩的库存 尽管有专家警告 你是否接受这一失败的责任 使美国对另外一种大流行病毫无准备 你的竞选活动说 拜登和贺锦丽是美国历史上最精进的支持堕胎的一对候选人 这是一个谎言 请问你是否支持对堕胎的限制 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在一九八五年的参议院提名之中 你说了十三个戴N字开头的种族的羞辱称号 你当时引用的是别人的说法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那是你唯一一次说N开头的这样的词吗 而说到川普总统和拜登此前的辩论 川普总统的税收问题仍然是各界媒体观察的焦点 此前在华尔街网报节目中 我们已经为您介绍了相关的争议 而就在今天早些时候 拜登夫妇公布了自己的联邦税收款 根据拜登夫妇报告 他们去年的英税收入是九十四万四千七百三十七美元 而他们支付了二十九万九千三百四十六美元 也就是百分之三十一税率的联邦所得税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 今年夏天当中国限制香港政治自由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流传着两份对立的宣言 其中一份由古巴起草 并且赞扬北京的行动 赢得了五十三个国家的支持 另外一份由英国发表 并表示关切的声明只获得了二十七个国家的支持 中国的强势只是北京推动国际组织体系 向其方向摇摆的最新外交胜利 随着川普政府从二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中的许多部分中有所退出 中国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 这强化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拉票运动 北京正在将其公务员客户和合作伙伴推定到制定航空电信农业全球标准的联合国机构中进行掌舵 以获得在联合国的影响力 使得中国能够遏制国际社会对其国内外行为的监督 在三月北京赢得了一个挑选联合国侵犯人权问题报告员的五人小组的席位 这些官员曾经因为北京在新疆所谓再教育营关押一百多万维吾尔族人 而将矛头指向北京 华盛顿方面最近试图在联合国反击这种努力 游说世界各国 这些努力由于与合作盟友的关系受损而受限 影响现在也没有表露出来 而中国的成功给美国以及盟友提出了一个难题 在苏联垮台后 这些国家期望联合国可以成为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机制 而现在在一种越来越让人联想到冷战的动态中 北京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反而帮助中国将其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替代品的相关主张合法化 印度外交部的高级政策顾问表示 中国的感觉是我们的时刻已经到了 我们需要控制这些机构 如果你控制了这些机构的重要杠杆 你就会影响规范影响思维方式影响国际政策 而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呼吁该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特别是在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 这暗指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及美国衰退的看法 而美国官员表示七月份美国政府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表示联合国机构在疫情发生之初对于中国太过听命 许多美国盟友表示离开世卫组织而放弃这样的领域 是给中国的战略礼物 近几个月来随着北京责备民主国家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发生 并与印度发生致命的边境冲突 盟友的担忧有所加剧 前瑞典的外交官表示 美国正在退出 这让我们感到遗憾 因为中国人正在入侵 华盛顿在三月人权报告员的筛选和有关于香港的声明中没有发言权 因为川普政府在二零一八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理由是对以色列的片面批评 而第二年也因为类似的担忧而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些决定与贸易军费开支和其他长期存在的问题上的紧张关系重叠 让美国已在亚洲和欧洲盟友之间也推到了对立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